你还在这儿嘚瑟呢 老七把你中午饭给吃了 他是全网最有新眼子的小猪 每天不是在和室友打架时半 就是在刷抖音看美女 他叫猪老六 每天起床之后 就是先对着墙上 唐松的照片祈祷一番 然后就是去旁边看抖音刷美女的等视频 当然老六能够在这个家稳站一席之地 也是有绝活的 而且不止一项 帮主人洗衣服关灯拉窗帘滑滑板 转呼啦圈等样样精通 甚至在转呼啦圈的时候 还在男主人以及金毛的前面嚣张肚子 不过一物详一物 这不 女主人的一声咳嗽就能让他一秒破功 老六爱睡懒觉 很难把他叫醒 就是你喊他吃饭他都不在搭理 但你一在他的面前说道 相亲对象什么的 他一秒就能清醒过来 那下午相亲呢 此外他还知道注意保持身材 当体重太高了的时候 还知道减肥 原来老六还是一只 渴望爱情的小猪 说他通人性真的不为过 就是有点不太聪明的呀 有一次 老六抢主人的小太阳 先是上来拍一下 和主人示意自己想要用 主人当即和老六表示 小太阳方向逃不了 而且小太阳是坏的 结果老六跑去后面一推 就对着自己的小窝了 但因为之后主人说 他用了会变成烤乳猪 老六这个小家伙灵机一动 当场推到另一半 将热的方向 直对着自己的好兄弟老七 老六和老七两个憨慨 虽说平常都很不对 但是都是些小矛盾 真有什么事 或者老六需要帮助的话 老七还是会第一时间上前的 比如这一次 主人让老六看着锅 等到饭熟了之后把火关上 老六自己腿短够不到 就跑去把自己的好兄弟放了出来 让他帮忙将火关上 有时候惹了祸 老六还会把事情栽赃到好兄弟身上 此外有着800个新颜子的老六 还有许多事件 偷零食爱干净喝酒 甚至受到委屈了还会掉眼泪 咱就说这样的小猪谁不爱你 niye尽管着这种小猪谁不爱 you 召acious